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金针菇是非常有营养的食材 无论是涮火锅还是用来炒制都比较受欢迎 咱们今天用金针菇来分享一道美味又营养的开胃菜做法 首先把新鲜的金针菇先去掉根地 再把它掰成小块先装入一个大盆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给它浸泡,充分地清洗干净 接下来准备一根黄瓜去掉头尾 再把黄瓜改刀切成薄厚均匀的大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均匀粗细的黄瓜丝 把切好的黄瓜丝先放入一个大盆中备用 再准备半根胡萝卜先改刀切成薄片 再把它切成胡萝卜丝放一旁备用 一把的豆芽菜去掉壳浸泡清洗干净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在碗中打入两个土鸡蛋 在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然后用筷子充分地把它搅打至松散 把鸡蛋液搅制到没有凝固的蛋清就可以了 接下来在平底锅或者是电饼盛中刷入一层食用油 烧热后把鸡蛋液倒入锅中 来回晃动锅让鸡蛋液分布均匀 我们需要把鸡蛋煎制成薄薄的蛋饼 把鸡蛋饼的一面煎制到焦黄 然后翻到另一面继续煎制 把蛋饼的两面煎制到焦黄 然后盛出来改刀 从中间移分为二 然后叠整齐卷起来 再改刀切成均匀的鸡蛋条 鸡蛋用这种做法吃起来口感有嚼劲 而且也不油腻 把切好的鸡蛋条先抖散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水 加入一勺的食盐和少许的食用油 把清洗好的金针菇、豆芽菜和胡萝卜丝 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把所有的食材焯至断身 保持清脆的口感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捞出控干水分 这一步中我们可以选择给它用凉水过凉一下 如果不想吃得太凉 也可以直接把它和黄瓜丝放入一起 接下来在一个碗中加入适量的葱花和蒜末 加入适量的辣椒粉和一勺的白芝麻 再把烧至滚烫的热油淋在碗中的食材中 调制出一个简单的辣椒料汁 接下来把调好的料汁淋入到盆中的食材里 再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 加入一勺的生抽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橙醋 再加入少许的白糖提鲜 然后把切好的鸡蛋条也倒入食材中 再加入适量的香菜 然后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样一道营养又健康的凉拌金针菇 我们就做好了 金针菇这样做清脆爽口又解腻 而且低脂少油又健康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